然後他好像有恐嚇他 他說你試試再挖我,我就會打你的頭 類似這樣說,威脅他 他下次就不會再打椅子 這幾拳就會抖你的頭 對面那傢伙就嚇到賴屎 馬上就搖車 就說沒有再搞什麼 好像就是這樣 這我有印象,所以你們要注意 自己爽快就要留意別人的孤級,別人的感受 因為大家都是經濟艙 這個教的,不要教得那麼準 凡事太準 緣分勢必早準,就是這個意思 你們有沒有遇過這些情況? 我説真的有 我説真的有的,這些東西 我好像小時候坐飛機都見過有這些 通常都有的,不會說沒試過的 肯定有這些,有時候有些人是這樣 然後我有一個空姐朋友 有試過跟我說 他說這個空姐朋友跟什麼 It's just loading 無關 他跟我說,有時候有些客人很辛苦 對一些客人 這次是幫空姐說話 免得我針對什麼 我説我很客觀 一單歸一單 我説很客觀 我説不會一足夠打一旋 那空姐朋友有一次跟我說 他説有個 不知道是大陸機還是什麼 有個貴婦 鬼婆,他説很囂張 他說有個鬼婆 吃完飛機餐,就放在地上 因為他喜歡 他旁邊的位置空 他就沒有用飛機桌子的 他就把腳放在旁邊的座椅上 然後就把飛機餐吃完 那餐盤放在地上 然後我的空姐朋友就説 可不可以幫我拿過來 然後那個人就看一看 然後又不理 就說你自己撿吧 類似是這樣的 就在地上 紙一紙就算了 之後呢 我的空姐朋友就説 你當我是什麼 在這裡撿東西 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説 總之 但後來就起了口角 一個空姐朋友就説 什麼serve you on the table 因為她是鬼婆 就要跟他說 我就是在桌子上 就是侍奉你 她說 怎會在地上 我是不是當你狗 我是不是放在地上給你吃 那為什麼你要把 就是你要把餐盤放在地上 這樣對我 就是類似我對你這麼好 就是當你是客人看待 為什麼你這樣 那鬼婆死也不肯 就是類似吹 就繼續繞著腳 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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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放在地上 又不肯把餐盤放在地上 就是我空姐朋友的生氣 不開玩笑 就是搞呀搞呀 就是大家去到最後了 因為飛機要降落 已經持久戰了 打了三四個小時 持久戰 到最後雙方都不肯讓步 通常女人鬥女人永遠都是這樣 不會有一方讓步 嘩 到最後要飛機降落 一定要收餐盤 如果不是危險 你飛機降落 在那裡狂陣 餐盤飛到周圍都是這樣 就是搞不成功 兩邊都不肯讓 最後就是一個男經理出來 解決了 忍了一口氣 也有說客人兩句 然後就收拾了一口氣 他說有時客人也有時是難搞的 是吧 什麼小氣達 這次關我鬼事 小什麼氣 精神病 啊 關什麼小不小氣事 神經病 我這次是幫兇子的 他說他那個人沒有禮貌 或是放在地上無情百事 叫你拿一拿 我不肯拿 好客觀 由此我看到這件事 可以看到達叔是一個非常客觀的人 好 以示輪斯實事求是 絕對不是一個很中立 很客觀 很少人可以做到我這種客觀 啊 啊 啊 好 來吧 有些客觀 有些客觀 明明電視沒有壞 也叫幫者 拼到壞 最後就是要重複才能成功 就是壞 你的歪曲事實 最後 他就根本 明明壞了 你的歪曲 你把事情扭轉了 這位人 是空者明明看到達叔 電視壞了 事而不理 明明不會再重複 就不用重複 就是重複不理 就已經重複了 他事而不見 雜不知 所以才會有這個事件出現 我覺得超中立 總之就是大家要留意 嘩 很漂亮 坐飛機 這些教座位 各方面的東西很多 這些東西 不要騷擾到人 咳咳 我有沒有說過 我坐飛機 我放下了一本 遊戲書 然後去廁所 神經病 一回來後 我的遊戲書不見了 我問了空者 空者說 可能是其他 我說我們沒有拿到 應該是其他客人 我沒有搞錯 然後又說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我那本書就沒有了 如果那本是 超珍貴雜誌小說 那怎麼辦 立即我幫你找找找 最後他找不到 然後是我自己暈 我自己 我自己 立即 立即 不相信 神經病 你看你的報紙 那本書我自己買 我要看 飛機要看 然後走 立即在那裡巡 立即在那裡巡 我立即在那裡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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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發聲 我立即在那裡巡 我告他偷東西 偷輸不是偷 沒有啊 蝕書不能算偷 啊 立即 啊 孔月記啊 啊 啊 立即來了啊 大哥 漂亮啊 漂亮得臭筋 啊 蝕書 君子 他連這些都沒有跟我說 就是什麼 好像覺得 有什麼大不了啊 那本書 類似的 什麼都沒有跟我說 問他為什麼偷書 什麼什麼 他連孔月記也很有誠意 他也懂得跟你說 啊 他也懂得跟你說什麼 蝕書 蝕書不能算偷 啊 這個什麼君子 君子什麼什麼什麼 他說很多這些 好 好 不贏啊 我立即要來 什麼叫小器 傻瓜 有人進屋 我想你們對小不小器的定義有問題 啊 你們以後被人蓋了 拜託我把另一邊面蓋 左邊被人蓋了 第一件事就馬上 欸客官 右邊面還沒蓋 大力點啪 打下去吧 他不蓋了 怕我自己蓋 啪啪啪 幫他蓋 這樣才叫大方 是不是這樣叫 就是被人偷東西 多了 請 偷一本夠不夠啊 我的書包還有第二本書 要不要偷啊 這個城下 是不是這樣 看電視沒得看 沒得看 沒得看 別人還對你這麼囂張 還要說 對的 我犯賤 我不應該看電視 我是下等公文 我是給經濟倉 最新的倉 賤民倉 奴役倉 我是買賤民倉 的票 是嗎 沒所謂的 沒得看電視 有得看 麻煩你 空姐 這樣才對 你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處事態度 你們很不懂 我覺得現在你們的新一代 沒有一些面對被人欺負 好像什麼巨人 進擊巨人 被巨人欺壓 艾倫馬上瘋了 立即在咬牙齒 呃 是想爭取自己應該有的 你們不會 寧願躲在那個 什麼 那個 那個 不知道是什麼 吃花生 算送 咳咳 還給我一本書人 還給我一本書人 你之前問過 被人屈殺人 坐牢後都對屈殺人 說話沒所謂 你們有問題 神經病 精神有問題才能做到這些 我真的不相信 做個實驗吧 弄一台龍鳳 像柯南一樣 無緣無故回家 立刻做個兇殺案 這是一個心理測驗 你們已經被選擇 黑暗遊戲已經開始了 你們有一天回家就會發現 為何有屁股在這裏 警察馬上又到 有你的指紋 是你的兇手 然後就立刻冤枉你 這是心理測驗 當然你就會送他 立刻有法庭 假的律師 假的官 你來看 證明罪名成立 然後就判你三十多年 然後你會催眠 你被這個催眠師催眠 你會以為自己真的坐三十多年 在監獄中 在裡面吃很多苦 被人咬 牙倒大河 被人打 全身傷傷 之後放到監獄出來 之後就會有個 好像那些黑社會的年輕人 有個MK仔 有個演員 有個MK風跟你說 喂 大哥 我在監獄後面 給你關照 我終於刮到哪個冤枉你了 然後就立刻說 這個時候就會監視著你 在一個實拍的心理測驗 看你會怎樣做 A 怎樣報仇 他會給你證據 你會不會控告他 取回公道 B C 一聲吞了他 繼續去做 老老實 還去說 多謝 C 一聲吞了他 B C就是敲門去找那個人 跟他說 多謝你冤枉我坐牢 我坐了三十年冤枉牢 很有意義 多謝你 你們選什麼 你們選C 我幫你選擇吧 你們肯定包吵頸 C C 多謝 多謝你 你那時候已經頭髮白了 你催眠了狀態 你不知道 幫你化妝 你以為 我已經是人老豬 六七十歲 六七十歲 手動腳震 老人痴 外行 小便無力症 我猜到 結果很多人看到 很多人全部是C 你知不知道 你以為這樣就是對人好 放縱壞人 你也是有問題的 你知不知道 不把壞人承之於法 都是壞事 你知不知道 過度中庸 你有沒有聽過 左傳有一個故事 經常說 鄭伯 黑段寓宴 說 有一個君主 叫鄭伯 鄭伯 鄭伯很久 他知道他弟弟 準備造反 但他 就要故意 等他 不會立即 趁早 在他未正式起兵 作亂之前 就 識破他 收他兵權 他故意被造反 一炮他 派兵 派兵才有藉口 斬他 然後 左傳就寫 這個人 鄭伯 賤人 古惑仔 他說 為什麼很少 古惟 寫什麼 黑 公黑一個人 通常是勝利 都會寫什麼勝 贏 這些字 為什麼用什麼黑 就說 這個人是下黑上 大家有沒有聽過 以下犯上 那些不好聽 那些士君 這些是不好聽的詞語 為什麼用這個詞語 就說這個人是賤 可能會縱容別人犯罪 不會說 嘗試勸他改邪歸正 任由他做這些壞事 你們這些人 你們以為 這樣就是 你們這些是偽善 假人 假意 假意 裝了 其實你們這樣 是最毒的 多謝你 讓我坐冤枉監 我浪費了一輩子 其實對別人的心靈 傷害更大 永遠留下一個永慕 哈哈 他一輩子就屈屈而捉 那些人 我害到一個人 人家還這樣對我 還在感激我 哎呀 那人就馬上掉頸子 還猜 還賤 最狠毒的 你們這些傢伙 現在想下去 你們真的 神經病 心腸大毒 終於可以想到這些 我馬上 講完之後 想一想都很害怕 沒有管動 嘩 很害怕 為什麼你們可以想出如此大毒的報仇之計 我們一般最好的都是一誠之於法 用法治 早擺是最喜歡提的 法治 是 是 對嗎 給法律法官來判 嘩 真的很狠毒 蛤 你們怎麼可以想到這麼大毒的 蛤 好 來吧 小心 好 來吧 馬上清酒 這是真正的復仇 這是真正的復仇 假裝可憐 我一點都怪你 其實是暗藏殺機 人家就傷 下一世的靈魂已經受傷 下十世都是有問題的 咳咳咳 好 好了 大家要 剛剛說出來說 說說說 那些座椅 說得這麼遠 神經病 巴士也沒有這些座椅 沒有 主要是長途交通工具才有 因為坐這些交通工具都很煩 你有沒有乘過直通車? 即是去大陸直通車,在臭層,廁所是像馬筋 不知道為什麼很臭,通常坐一坐 坐一坐,廁所已經很噁心,滿血了 然後噴多少空氣清新劑都沒有用 很低能,我看到有時是整間車的臭層已經倒出來,滿血,在廁所上 超級噁心 然後有些直通車是讓你睡覺的,那些叫什麼蛤鋪 如果你是睡在廁所前面的,你真是痛不欲傷 很怕臭層滲入你的床褲裡,與臭層滲臉,很嚴重 當然是廁所門,不知為什麼永遠是關不緊 永遠是鎖壞壞的,聽到噶噶噶噶 好,也是超辛苦 來吧,走過來 照顧的,這些位置沒辦法,可惜 所以我如果有選擇,我寧願坐火車,也未必坐直通車 直通車是比較便宜的,但我覺得也挺辛苦 直通車也有些類似空姐的物體 通常有個阿姨,或是怎樣 通常都是這樣 當然不會像空姐那麼漂亮,或是年輕 如果是漂亮,她一定會應徵空姐,舒服很多 通常是一些阿姨,會派包花生給你吃,有些水 通常都是 上大陸的火車,沖水,汽水飛過來,有些人吃煙 真的很辛苦,所以不會睡近廁所 不到你選擇 有時她隨機幫你安排,你不能說話 可以選擇,公司是專門幫人搞難帳 都找到很多 上年又處理了多少億元的交易 她是抽勇的 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這個老闆 老闆決定,最近宣佈,要支持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 她本身是CEO,CEO不知有幾百萬年薪 她決定把自己的薪金減到九十幾% 她說我的薪金不要,她拿來加 加所有員工的薪金,全部都符合最低工資 連身七皮美金,數字好 好 可惜,連身七皮美金 全部員工當然很開心 全部加薪金 有些人說這個老闆也很好 不止 她除了把自己的薪金扣到九成之外 她還說答應什麼盈利 她說公司賺了很多錢 她決定把盈利也不知有很多 八成左右 不知多少百萬 全部都是加薪金 她說我預計繼續有錢賺 她說員工開心就可以了 然後她說了一句 她在這裡自嘲 她做這個決定就好像演講會一樣 跟公司一天大決定 會跟員工說 她又說 誰神經病 我就是神經病 我就是瘋了 看來我是瘋了 很類似的 很多人看到這宗新聞 就說香港有沒有可能有這些老闆 當然沒有 香港所有老闆 不止說香港的 免得說我只是針對 很多全世界九成九的老闆都不會 人工賺了 即是那些什麼 公司賺了錢 年年有盈利 不知多少上升 但人工就不加 他說當然 他說 加你的薪金 我賺少了 或者一點點點 他不肯 通常就是想這些縮數 這個老闆也有說過 他說什麼員工好 即是開心 什麼效率更高 類似他說 我也是靠這些員工才能賺到錢 沒所謂 繼續給他們 大家很開心 有多少? HK不減 你的薪金也偷笑 近年就少些 但近年就流行 人工賺到瘋 即市好 即可能他的公司已經是 盈利率是增長了兩三成的 但你薪金就加你一兩百五十塊 三四塊 這樣 幫你加成 加成巴士錢也不夠 即是 和通脹比例是完全 脫鉤的 好 好 我認識一些老闆都裝了 以前 他舊公司 很久了 他都裝了 全體公司 我後來問人時報 全公司決定加薪金 經理 都裝了 逐個人 召見你 首先 他很鬼祟 靜雞雞 例如說 我有三個員工 黃狗 小明 和達仔 三個 一開始 經理 一開始 叫鬼鬼祟祟 叫小明 進去 不知說什麼 然後給他一個信 然後 小明 就說 家人工 然後 第二 又叫黃狗 進去 也是鬼鬼祟祟 黃狗說 家人工 什麼 最後 到達仔 進去 我聽到 他類似說 公司看你表現不錯 什麼 說得大條道理 本口仁義 獨得 因為 看著你 努力向上 為公司候選馬之龍 然後 別告訴別人 家人工 我很開心 一開始 原來 公司真的有 努力有回報 天有 天有 眼 原來真的努力 下有回報 是成正比例的 就是 出了半斤力 真的拿回 半斤八兩 什麼理想 是吧 你是想 這樣說 你又會這麼開心 然後 後來 輾轉之後 我發現 第一天都很開心 吃完飯之後 發現 周圍的桌子都有 旁邊的 同事 茶水報 阿嬸 清潔 阿嬸 也有 然後 吃下午茶 跟人事部的姐姐吃下午茶 那姐姐說 開不開心 各位 今天全部人加工 即是 抗通脹 老闆 決定加工 我立刻 爆炸 裝了 即是他在裝作 什麼爭取 類似這樣說 他又想做到 即是他反映 我 我明察秋毫 看到你努力 經理 就這樣說 所以我就 給你加工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是 老闆 根本從來未為下屬 爭取過 即是即是火來 即是 極興 自此 好 裝了 家人工 我老闆 家人工 不用這樣 全體人 不用這樣 裝了 好 來了 很漂亮 沒想到他成功 應該說 我覺得我人工很低 那時候 KMDD還沒教我 這招超必殺技 我立刻說 我 那時候 會跟他說 我人工很低 你很裝 那時候 每個人都加工 別說 我以後 我會跟他說 由於你只是每個人加工 你沒有爭取 我決定 去做 直至你 直至你認真 一根據我的工作 即是 表現 調整生酬 否則我以後 會繼續去做 這樣 跟他說 厭政警告 好 來了 你猜的 怕這些 我下次 我教你 照你老闆 不理你 就這樣 嚴政警告 由於你沒有正視我 我的工作表現 和薪酬 即是 不成正比 我決定 直至 直至你肯認真 看待 為止 調整 否則把 直至 另行 通知 好 對 差不多了 辛苦 乖 是時候轉個遊戲 我重開台 請等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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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